哈喽大家好我是薛强 上期视频咱们开箱了白光全彩智能警戒摄像机 没有看过的可以翻一下上期视频 这期视频咱们看一下这个智能全彩摄像机 你看这个模样呢和这个真全彩摄像机 它俩是一样的 它就是在真全彩摄像机的基础上 多了AI智能警戒功能 咱们开箱看看吧 智能全彩摄像机 然后人车检测声音告警 远程喊话快速回查 咱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型号 上面就是它的型号啊 400万像素POE供电4毫米胶距 你看这写的真全彩警戒 打开看一下 这款功能比较多 你看这个插头 说明书 这上有个扫二维码 它就可以有个视频的操作步骤 这个防尾头 然后主机拿出来 然后咱先看前面啊 左右两颗暖光的补光灯 这是实际器的孔 然后反过来 这下边呢 这个是内置扬声器 也就是喇叭 这里边是可以放TF卡的 拆开看一下 好拿掉了 这有个复位按键 这有标注啊 这里边是插TF卡的 这盖子上这层 这是防水的胶圈 下面看一下 它这个尾线 废别啥功能 这个呢 接网线的 接水晶头的 这个虽然是POE的 但是它仍可以12V直接供电 这是供电的 和普通的摄像头 一模一样 这两个 然后这个呢 半音 收入输出 这上都有标志啊 输入的话 咱们可以外置高灵敏度的实音器 这就是个实音器 输出的话 可以接有缘音箱等啊 这个呢 是报警的输出 比如说报警输出 这个报警器 这就是一个报警器啊 这个呢 是12V输出 写的有 它支持电源反送功能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用POE供电的话 我们一根网线过来 插到这个位置 一插 摄像头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并且呢 从这里输出一个12V 最大100毫安的电压 这是干嘛用呢 你外接实音器的话 你就不用单独 再加12V电源了 时间从这里取电就OK了 比较省事 下面咱就通电 接电脑上激活一下啊 咱们用外置供电 12V接上 它补光灯会亮啊 看 补光灯启动的时候会亮 现在已经接好了啊 下面我挂了一个万用表 是为了模拟外接报警器啊 因为这个摄像头 有这个外接报警器功能 咱们随便就模拟一下 看表笔呢 直接接到这个报警输出端 两个端子上 万用表呢 是放在了封明档 当触发报警信号的时候 首先摄像头内部喇叭会发出语音报警 同时呢 报警输出端子 它会有常开状态 变成长臂状态 所以说咱这个万用表呢 就会发出嘀嘀嘀的响声 然后呢 这个指示灯也会亮 咱们来验证一下 怎样激活摄像头就不演示了 以前也分享过 咱们直接来画这个触发区域 点这个检测区域 画一个黄色的框框 当待会呢 我走进这个区域时候 它就会报警 触发这个报警 还有越界侦测什么的 大家可以翻上期视频 它俩操作都是一样的 上期视频介绍的比较详细 设置完之后 点启用点保存 然后呢 还要看一下这个 连动方式 这个声音连动 咱们点对号 还有这个连动报警输出 也要打对号 不然咱那个万用表 它不会响 再看一下声音输出 其实是警戒区域 尽快离开 好了 开始测试吧 我现在开始走过去了 现在我说话的声音 就是摄像头 自身路的声音 内置声音记录的声音 走过去 警戒区域 尽快离开 现在机器响是 万里表的收音档在下 然后我 等它响完 我再走一遍 好 我再走一遍 警戒区域 尽快离开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拍照的 弯表那个画面 现在咱们把人体变成车辆 它肯定不会再报警 试试 然后我试试 这肯定就不行了 看 没法力吗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现在呢 我又把上期视频中 咱们测试的白光全彩 智能警戒摄像机 呢 装上去了 它和刚才咱们测试的摄像机呢 还有一点不同啊 当晚上你把这个补光灯 射成智能补光的时候 一旦出发报警 它这个白光灯会亮起来 有一个很好的震摄作用 咱们来测试一下 我现在这个手机呢 拍着摄像头 待会儿画面会出现在屏幕的左边 然后呢 我去越过这个线 它这个补光灯就会开启啊 画面就变成彩色了 看变成彩色了吧 这假如是个小偷的话 不得吓他一跳啊 又开灯又说话的 这是我同事家的后院 现在准备给大家演示 车辆离开区域侦测 现在天不够黑 等天完全黑下来之后呢 咱们来测试一下 随便呢 看一下真圈在它晚上 这个画面的效果 测试天黑了9点多 这是手机照出的画面啊 看这个摄像头呢 补光灯是没有开的 电脑上摄像头的效果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效果很好啊 然后咱们切换到录制的效果啊 电脑录制的 也不能光测试 人物侦测啊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 我都走翻了 所以说如果还专门找个晚上 晚上啥意思呢 就是能看到真全彩 它晚上拍出的效果 咱们这次设置的是 车辆离开区域侦测啊 当这个白色车 离开咱们所画的侦测区域 就是蓝色这个正方形 出去之后 它就会云报警啊 大家注意看 好了 也感谢同事的付出 好了 跟大家展示完了 这个呢 同样也支持手机远程对讲 再介绍这个白光全彩 智能警戒机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过 就不再展示了 大家可以翻前面视频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